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用在Time Harmonic Field 那这个Time Harmonic Field 我们现在就不要管 我们是电场或是磁场 或者是Scale Potential 或者Beta Potential 我们全部通通不管 我们直接去管一个物理量好了 首先这个物理量呢 它是一个Time Harmonic的这个物理量的话 那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找一个参考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因为你是Time Harmonic Field的物理量 所以你最好找的参考的函数是一个正弦的函数 过余弦的函数都可以 过余弦的函数都可以 当成你的Reference OK 好 那你看到 我们平常我们会比较喜欢找的是余弦函数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如果说 我现在如果假设有一个物理量 我现在如果假设有一个物理量 那你们比较熟悉的 大概电流啊 电压啊等等 好 那它是什么 它是I0cos Omega T 加上Y 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I0就是什么 对这个函数来讲 I0就是拿什么东西 Ambitude 对不对 OK OK 这就是I0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Omega T 里面的Omega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Aual Frequency 角频率 OK 然后Phi呢 Phi是什么 Phi是当时间等于0的时候 它的起始的相位 OK 你这一点的话 就是等于I0的cosPhi 所以Phi是一个起始的相位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的Phi的起始相位 是跟你所取的reference是有关系的 我现在这个Phi 我现在这个Phi的起始相位 是对 我利用cos函数的起始相位 那如果你是si函数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起始相位了 OK 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函数的部分的话 我可以把它写 我可以把它写 写成什么呢 对 我整个的函数 我先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譬如说 譬如说 另外一个函数好了 X T 是等于 E0的cosOmega T的话 它Phi是等于0的情况 那我是可以把它写成 real part E0 Exponential的 J Omega T 所谓的J Omega T I Theta 是等于cos Theta 加I Sine Theta 这个知道吧 都知道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你用Facial的时候 我们常常把这个I呢 就把它写成J 所以你这个是cos Theta 加JSine Theta 这是一样的 OK 所以你取第二part的时候 你指的就是这一项 换句话说 cosOmega T 就是real part 这个 实际上你在取它 这个的时候 你就是已经取 你的reference 就是cos的函数 OK 好 好 好 那我们看到 你像这样写的意思 就是 我把它写得更明白一点 就是 10的EJ0 EJ Omega T 换句话说 我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呢 就是我希望跟这里比较 就是我希望跟这里比较 这好像是10的cos的Omega T 加上零度 这一个face是0度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啊 他是有 他的face是0度的 你要记得 他的face是0度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OK 再来 反过来 上面这一个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real part 的I0 EJ5 Omega T 有没有问题 那我可以把这一个部分 再进一步来写 EJ Omega T 本来就是一个值 但是 Is EJ Omega T 那你这个Is 所包含的就是 把face 加进来的一个值 楼 你会画了以后 好 如果你这个知道了以后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可以把上面这个 这个呢 我说Is 就叫做I0 EJ5 下面这个呢 一样的 我这里也可以把它 跟它一样啊 这个这样叫做 Es啊 只是 我的Es呢 是 E0 EJ 零度 OK 这个 就叫做 它的face Festel 这个Festel呢 这个Festel呢 是在 Cosine function 当Reference的Festel 而且它是Scalar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 Scalar Festel 所以 对这个Festel来讲的话 它包含的是什么 它包含了 Ampitude 然后Festel 然后Festel 的Information 但跟时间已经没关系哦 跟时间没关系了 那你就 你大概慢慢会有一点感觉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刚刚 整个Web Equation 又是时间的函数 又是空间的函数 我们希望把时间的函数 那一块啊 把它拿掉 只能纯纯脆脆 只是空间的函数 但是你把时间函数拿掉以后呢 你要很容易的能够 转换成时间的函数 的东西 好 那你知道这是它的Festel 这是它的Festel 所以 反过来 我随便写一个 我说 I0 EJ 2分之3π EJ Omega T OK 所以你就变成是 I0 你把这个 Cosine Omega T 加2分之3π 你就直接可以很快的就知道 它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代表这个东西 那种了解吗 了解吗 了解吗 所以 第一件事情 你现在 原来你看的都是这种东西 一个time harmonica的函数 知道有时间在这边 但是呢 现在我已经不再用这种方式表示哦 未来我都会表示成这个方式 而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了解 了解吗 OK 所以 我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是以cosine function 最有的reference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是他 好 那他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 我们看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我说 如果对时间为分 IT 那你对时间为分的话呢 这个部分 一为分 出来的结果 你知道是等于 负的 cosine是等于负 sin的 omega t 加5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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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把它写成 我要把它写成 飞手 这个飞手是什么 嗯 你看起来好像好困难喔 但是 如果直接 从这reer part 的这边去 微分的话 我就变成是 reer part 的is ok 然后 j omega j omega j omega t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把它 你把它从这边 微分的话 那你就很简单啊 那 你看到的是什么 这它是它的飞手了哦 也就是说 它的飞手是 微分是加了ij而已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它的飞手 是等于 j omega j omega is ok 那积分呢 一样的情况 一样的情况 我也一样的 从这里去 我就看到 我的积分就变成 j omega is的 j omega t 所以你看到 它的飞手 变成什么 这是它的飞手啊 你的飞手呢 变成 j omega 的is 也就是说 原来你的飞手 如果这个量 你微分 你只是 把你的飞手 加了一个 z omega 你积分 你积分是 多了一个什么 z omega 分之一 那我现在 每个同学都做过电磁实验 rlc线路 对不对 你们都做过嘛 哪一个同学没做过rlc线路 啊 会不会解rlc线路的方程式 会 好 你们每个人都会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rlc线路 当例子 来看看我的飞手 是怎么简单的去解这个rlc线路 我说l比i比t 再加上r i 再加上c分之一 已经下课了 就等 就等 ok 那其实 这只要两分钟就够了 我们看一下好了 那你现在你就直接看到了 每一项都是typer molecule 那你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一块 the real part i 这个 l i t 就 好 那你现在di 底 t的部分 是不是就变成 微分 j omega is 1 j omega t 加上r i i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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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變成 J omega OK 把它寫出來 J omega L 減掉加上 R 然後在 J 以上拿出去了 所以等於 omega C 分之一 J omega T 所以你現在要解的方程是 你現在看非常簡單的 這 Omega L 減 R 沒有在裡面 因為它是在外面的 減 omega C 分之一加 R 所以你現在變成是 Omega C 分之一加 R I S 就等於一雄 S 那就出來了 I S 的值 就等於一雄 S 這 Omega L 減 Omega C 加 R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現在你就知道說 原來你外面的電流 現在經過 經過了 R L C 電路以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把它轉換成 R T 的話 就變成 R 變成 R T 就變成 R T 電路以後 S J Omega L 減 Omega C 分之一加 R Omega C 分之一加 R T 答案就出來了 原來你本來要解 二次微分方程式的東西 現在根本不需要了